芒果TV小短剧虚言每集大约十分钟的片段却丝毫不输大制作 好评满满 而这部剧的导演是拍前面爆款短剧念念无名的曾庆杰 而很多观众也是冲着导演来 最开始就是大尺度演绎满屏女人白花花仙戏的腿 这视觉冲击力就不小 导演真的很擅长把女人的腿拍出致命的诱惑力与欲望感 而鹿腿的镜头不但没有让人觉得反感 反而佩服导演的运镜能力 他大尺度的拍摄方法更好地阐述了剧中人物感情的心理活动 鹿腿的画面总共出现三次 开始时画师时期给烟花女子画私房图 第二次是男二宁王与女二审沁在调情 第三次是宁王和已经换脸后的沈沁在享受雨水之欢 对于男主肖寒生和女主时期之间的互动 即使是亲密之事 也从来没有大尺度的鹿腿画面 他们更多的是深情的眼神 温暖而坚定的拥抱 还有爱意流淌情不自禁的亲吻 也就说明明王与沈沁之间从头到尾 只是赤裸裸的欲望 只有欲 没有爱 何谈真心 而将军与时期之间是由心而发的感情 情之所至 一切都顺其自然 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 都是一有所指 蝴蝶双飞 鲤细水 烛火摇曳 月下剪影 眼毛发情 而男女主的亲密戏份 没有蜻蜓点水的敷衍了事 但也没有更进一步的什么 没有拍什么 却又感觉什么都有了 把含蓄与隐喻表达得刚刚好 暧昧与浪漫并存的一种至死不渝的爱情 有小小浅淺淡的欢喜在里面 萧萧无业宋寒生 将军与时期之间是双向奔赴的爱情 他们曾经彼此是一眼相顾的好感 有一段刻骨铭心共患难的念念不忘 可是肖寒生记忆里那张脸已经被恶毒女配换走了 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 相信自己直觉 爱上了不同皮囊下相同灵魂的时期 对于肖寒生来说 他的样子不在我眼里 而是在心里 是一个头脑清醒 懂得明辨是非 也不恋爱脑的男主 当他看到沈浸送来的与宁王的私房图 换作其他人看到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哪来什么智商 绝对是愤怒当头 不分青红皂白就去质问发现 毕竟多的是制造男女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喜欢把男女主虐得死去活来的剧情 但是这种男主很少见 私房图的事情 第一眼是不可置信 但是冷静下来再看一眼 对比他眼前的妻子 他更加确信了他的直觉 难得的是将军与时期之间从来没有廉价的误会 也没有第三者的插足 更没有彼此之间的猜忌与怀疑 只有一如既往的包容 信任以及尊重对方 从不强求 到底是沈浸的脸 还是记忆中时期的脸 肖寒生从不在意 他从始至终喜欢上的都是真正的时期 容貌只是皮囊 而男二宁王是真正的海王 爱他的沈浸耍尽手段 不惜与别人换脸 也得不到宁王的爱情 反而是宁王最终对着沈浸的脸 却爱上了时期的灵魂 名字虚言 虚的一面是时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唯心而论